歡迎各位益友全面進場 今天是大年初一 首先就要恭祝各位益友 身體健康 平安大家 這一節我們一起去跟進一下本港的最新情況 話說昨天 大埔有一個新盤 就爆出了連環17宗的撻定個案 這個樓盤就是位於白石角的雲匯 大家不要搞錯 白石角就是近大埔馬尿水那邊 就不同另一個叫做白石 白石以前就是 爛民營 就是在馬鞍山那邊 所以 兩個地方 不過這個白石角其實也是很格涉 很刪卡拉 昨天就爆出了17宗撻定個案 發展商新地 一共撻定2441萬 都可以說是肥過肥仔水 有代理就認為 有兩個原因是導致這個撻定的 一來就是本地客人上不了會 二來就是那些大陸客人回不來 在說下去之前 就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 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這17個的撻定單位當中 有14個就是在2018年7月到9月成交的 另外3個就是2019年4月到5月以招標形式成交 成交價就介乎678萬 到1810萬 涉及的總流價是 1.7億元 因什麼解救這班准業主要撻定呢 美聯分行助理區域經理梁兆堅就說 撻定原因就有兩個可能 一是買家上不了會 一是國內的客人就回不來香港 他就說 在雲匯議期開售當日 大陸買家就佔了兩成那麼多 他還說多數買家都是採用建築期付款的 難怪出現那麼多撻定個案 其實現在的人走去買遠期樓花 一般就有兩種的付款方式 第一種就叫做職工按揭 顧名思義只是說那些銀行 在你買這等樓花的時候 就已經做了股價 你付了首期以後 一成做了按揭 就算那單樓未蓋好 你都要開始立刻供款 要還錢 另一種就叫做 建築期付款 這一種就相對靈活很多 尤其是對於那些炒家來說 為什麼 因為建築期付款 那個准業主就只需要給一定的訂金發展商 就不需要馬上成做按揭 一直等到差不多收樓的時候 銀行就再在那個時候做一個股價 當然如果你層樓是升值的 股得足價的 當然沒有所謂 就會批個按揭給你 如果說樓市向下調整 即是跌市的時候 那個准業主就投行 因為銀行股不足價 即是說他借給你那條數都未曾夠蓋那個價錢 那麼那個准業主就要自己額外再多拿一塊錢出來 才能成做到按揭 即是所謂上會 所以現在如果雲匯二期有這麼多人都是用建築期付款的辦法 就會很受到這兩三年間的那個樓價的影響 估不足的話他就做不到給你 做不到給你就上不了會 當然上不了會也有很多原因 比如說那個准業主 他自身的經濟條件是改變了 尤其是去年經過了一年的疫情折騰之後 可能他份工都沒有失業了 那麼工鬼工馬嘛 又或者有些業主可能他都說 我都準備要移民了 還買什麼東西 不如撤訂算數吧 因為你買了的時候 你那層樓就要窄三年時間才賣出去 當然你可以即賣也可以 但即賣的時候你就要硬吃那些辣椒 你要付很重的印花稅 所以有些業主可能就決定 都走了不如買 撤訂算數 又或者有些人純粹以炒樓投資的角度 就發現這裏的升值潛力都不是很大 可能買完之後 分分鐘現在買這個樓價就已經是頂風來的 那麼這些炒家就當然是不肯 所以有很多個原因 另外這個代理講到有些大陸客人不撤來香港 也都有可能的 因為要處理這些樓宇買賣 一般除非你說預先 簽了一份授權書給那些律師去搞 否則始終都是要他本人來去簽署一些文件 可能搞不及又不出奇 或者以往來算 你未曾 封得那麼厲害的時候 那些人可以自由進出香港 那他搬錢下來也容易一些 有些人就用了那些地下錢樓也有的 所以現在的情況當然就惡搞一些 所以大陸的客人來不及買也不出奇 總之就搞到有17宗的撻訂個案 老實說白石角這個地方 很多炒家都是買來炒的 如果說自住 這些地方就叫做好看就不好住 為什麼呢 大家如果經過這些地方就知道 你在吐露港那裡在吐露港那裡 那裡在吐露港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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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你在吐露港那裡 旁邊看到一堆這些 類似貌似是豪宅的物體 你當然覺得 這些建築很漂亮 你一住下去就知道 如果沒有私家車的人就真是慘了 交通就很不方便 巴士小巴班次又好疏 的士分分鐘都要電照 老實說你做的哥 你都不願意 駕車進去這裡等客 除非剛好有客人說去白石角 所以這些地方就是 很不方便 尤其是 那些商店又不是很多 再加上一個就是 這些房子的管理費都很貴 所以真是說 好看就不好住 至於好不好看也見仁見智 因為最早入伙的那批 都已經說2013年了 你眨眼到現在都八年時間了 有些樓齡比較長的建築 其實外表也有些歲月的痕跡 尤其是那些油白色有的更加知道 不耐用髒 穿衣服也不穿白色 所以 這個地方如果你是買來自住的 真的要自求多福 你不要看他可以跑贏大使 你看他脫手那一刻不要跑輸大使 老實說這個白石角的格局 有點像深井 深井也是長期跑輸大使 你問問當時97年入市的業主就知道了 真是哭到一河眼淚 等到十多二十年後才回到97的水平 所以在白石角置業的業主 就真的自求多福了 另外我們又看看 上個星期的CCL就出來了 就是176.53 比起在上個星期就微升了一點 也叫做止一跌 連續兩個星期微升 老實說 去年的樓價也是接近橫行 就沒有出現大跌 這個也挺令人出奇的 因為反映得到其實香港的剛性需求真的厲害得很厲害 就算失業率升到百分之幾也好 似乎對這個樓價沒有什麼大影響 有些人經常就吹了一些怪論 就說那些樓價是托市 如果你說二手樓就沒得托市 因為你那些成交全部可以在填土廳找出來 香港買賣樓宇的資訊是很公開的 甚至乎買家是什麼水 他是Full Pay 還是成做按揭 找哪家銀行做按揭 全部都有登記 所以這件事是沒法假的 而且去年就已經撇除了很多港票人士 或者是大陸炒家 因為他都來不了 來不了的時候 豈不是隔山買牛 很多人都沒有買 所以 一開關口 我相信那些 壓抑了很久的 而錢就會湧進來 又會製造另一個的星浪 尤其是那些港票人士 今年如果做業主 就會知道 那個租金的叫價 就是頑皮了 因為 一來經濟不好 二來港票來不了 往事一年來幾萬個港票 也是香港讀書的 那些來讀書的 一比就是一炮過一年租金 那些不是單單自己住的 多數就是兩三個室友一起合租 那麼那些業主就很喜歡這些港票人士的 因為他保證不會欠租 一炮過給一年 那你就多好 對於業主來說 你說對於在香港的打工仔女 當然是濕製 弄這麼多港票進來 競爭的工作職位 但是業主 很喜歡這班人的 好了 接著就說一下 另一件事 就是這個 葉劉 他在Facebook那裏 發了一條貼文 他說什麼 他就說和女兒分隔兩地 過大除夕 他就說自己的女兒在英國工作 由於來往港英航班暫停 兩地交通斷絕往來 其實沒有斷絕 往英國的航班去倫敦 他就說他的女兒和不少滯留在當地的港人一樣 和家人就被迫分隔兩地 他和他的女兒都是獨自在家過節 渡過了一個最寂寞的大除夕 雖然是這樣 但是葉劉也自得其樂 早已安排了一頓豐富的晚飯 取其家肥屋潤的好意頭 就和他服務多年的菲傭撐桌腳 這些又是說到很煞有介事的肉麻 搞得自己和菲傭很親切 因為葉劉以往就曾經說過一些說話出來 就被人救病說他針對外傭 他現在又在 跟外傭好像很親切 最令人覺得搞笑的一件事就是 葉劉經常去唱衰唱淡BNO移民 誰不知你女兒原來在英國做事 這些就是口裡說不身體很誠實 是不是 其實很多官都是 他們的子女全部都移民去外國那時候讀書 入籍才再回流回香港 為什麼這麼奇怪 不是說英國水深火熱嗎 這個張國軍說的 英國很多人沒有工作水深火熱 為什麼你葉劉的女兒有工作呢 是不是 真是 譚慧珠的時候又說什麼 建制人士那麼喜歡說老實說你召喚自己的子女 回去大灣區工作才說 是不是 你只是葉劉就已經沒有說服力了 那個女兒長期在英國那裡住 你一味暢探別人的移民 別人移民就效法你的女兒 就去英國那裡做事 有什麼問題 反而香港很多做官的 根本上都是裸官 自己呢 就留在香港那裡做事出糧 自己的子女 就在外國的或者是入了外籍 但是那幫做官的 一味就在那裡叫一些外國口號 又或者叫香港的那些年輕人 那些大學畢業生就回大灣區工作 你自己的子女都不去啦 是不是呀 你說了什麼 自己都不相信那些東西 你又說 說完之後 又沒有人跟 根本上就是淪為空談 好了這一節講到這裡 謝謝大家收聽拜拜